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舒服了 与世隔绝的感觉 然后这边是我的洗漱间 虽然看上去有一点点简陋 但是上厕所平时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在这儿 这边有人在这边上厕所 这边有水管道 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欢迎来我家玩 其实我们今天来到了3019年 人类现在已经全部灭绝了 人类的房间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Holy shit 好恐怖啊 难道这就是僵尸来过的痕迹 给大家探索一下 哇 是洗手间 好恐怖啊 这地方 我不敢多带 我们不是来抢你们家的啊 我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 哎 你叫什么名字啊 哎呦妈呀 哦 行 我们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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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来礼物看一看这个地方 你没有屎啊 真的假的 没关系啊 这都是人类的遗产啊 哇塞 其实这个地方一看就有人修整过 3019年人类这个宇航园的这么一个基地 这是他睡觉的地方 好长的一个梦啊 不给大家演了 实际上呢 一周之前我们去了一个地方 叫做Sultan Sea 大概距离圣地亚哥有两个小时 40分钟的地方 贪官了一个废弃的一个都市 大家可以以后去看一看 这两天呢 我的坐骑稍微规律的一些 虽然不可能达到每天晚上 大概10点 11点睡觉 但是呢 基本上一到两点之间就肯定上床了 一点一点现在正在恢复当中 现在呢 先给大家量一下体重 发完上次一个视频之后呢 我下决心开始恢复我自己的坐骑 时间吃饭训练相对规律一件 我跟教练连续练了4天了 所以现在浑身酸痛 而大家现在看到我其实 胡子也没刮 脸也没洗 其实呢我想保留这个呢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平时的一个护肤的流程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因为很多的少伙伴问我 说觉得我皮肤不错 其实我之前的皮肤 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但近两年呢 首先因为SD比较干 再加上我睡眠 比较就是不规律 但是呢平时我还是挺注意 自己的这个护肤流程的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其实我的皮肤呢 一直都属于干油混合性皮肤 尤其是大家看鼻子这一块呢 属于是黑头比较多 因为小时候高中那会儿 然后刚开始有黑头的时候 我觉得用手挤 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我也强烈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 因为越挤呢 它那个毛孔越粗 洗脸开始之前呢 我一般呢都是先把脸弄湿 然后呢大家看 我会用这个 这是一个刮胡子的刮胡泡沫 我一般都开始先刮胡子 抹一点 在这个胡子上 它不是说那种有很多泡沫的那种类型 但是它很润滑 一般呢我会用习惯用刀片的刮 因为刮的比较干净 大家看是不是至少年轻了10岁现在 在这边呢给大家打一个广告 就是一个月前呢 Jack Black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牌子在美国 然后给我寄来了一个硬派清爽三件套 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左右 感觉不错 在这里面推荐给大家 一般呢都会先用它的这个洗面奶 它这个洗面奶就属于是 偏油性皮肤的 所以对于我的这个 局部这个位置 三角区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 都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地方 首先呢咱们先把它的洗面奶 挤到这个位置 挤的这么多就差不多了 浇点水 第二步呢是用咱们的控油这个 仿佛水 首先呢还是 挤大概 他们都说是硬币大小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 然后 就放脸上 等它感觉保持一点点湿润 还没完全干的时候呢 最后用这个擦脸油 然后呢还是挤这么多 别忘了把脖子也护一下 因为脖子其实皮跟脸部 皮肤都差不多 都挺嫩的 好了 基本上护肤这一块就结束了 那现在呢 圣地亚哥这边通常 大家都知道四季如春 但是它太阳有的时候 也比较毒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出门 最好都要服一点点防晒霜 我的这个防晒霜 最后一步 香水 好骚啊 一般呢 是喷在你的脉搏上 这个位置 然后蹭一蹭 放在你的脖子上 这个位置 那其实接下来呢 应该弄一下发型 之前其实我已经讲过这个话题了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去上一个视频 看一下这个话题 我把它的链接放在咱们的description上 perfect 大家觉得怎么样 基本上 整个早晨的这个 护理流程结束了 洗漱完呢 通常呢 我就开始吃我的早饭 其实呢 大家看到这个呢 是在美国非常 普遍的一个地方 叫Waba Grill 我从那买了一个快餐 因为马上就要去训练了嘛 所以我就补充一点 简单的这个 鸡胸肉 还有个米饭 那这几天呢 我一直在跟大宝贝训练 现在浑身酸痛 今天呢 我也是跟大宝贝 继续进行一个训练 那今天主要是练背 尤其是背阔肌 那话不多说 咱们的depo节 alright now we're basically going to do the same principle we're going to hold for two seconds and a static hold and that's really going to send signals to fire muscle building and then we're going to do a four-second eccentric phase which is going to target specifically the endurance fibers then we're going to go to stimulate explosive fibers with a complementary movement in this case we're going to do the row and then we're going to do with an aggressive heavy pull down we're going to do some assisted reps at the end to really get deep into stimulating maximum fatigue and also bring the endurance fibers alright here we go 一二一二三四 squeeze up 一二一二三四 good stretch squeeze up 2 1 2 3 4 éro 人手 赶紫 签 估计 关键 低 说 以及 坏 5 assistive rounds How does it feel? - 很好,所以要做的是 这就是什么? - 这个是我们的节目的,我们是从这一步移动,我们要做一个压运的级级, 我们是从这个级级的级级, 它是会把这个级级震放入比较脚的腿。 因为这个级级级震放在我们的级级级级级, 我们不是在级级级级迹或中央,我们是从中央级级迹级迹。 但是,是一个级级级级,但是它是级级级级迹, 所以我们就会更加的级级级迹级级级级迹, 哪里有一起来的 ping With the principal erector啊 好会 highest開悬参上自己的 右膜参上 where we got it's going to set up Lower bag 有位置量 benefici略小腿 有一 Account,有位置很轻的 而且位置在四面前后, lou box 好,好,对吧 好,好,对吧 好,好,好,好 unglech一个,ちょっと来的 一小点大量上 好,有,好 好,有,ست 我的天哎 二对 我们来到达了 好,好 at't go tight 治療 超童歪 就是那些静子 别 tik を更重 我要看 theorem adan做到 立起 踩 也快 踩 靡 今天的 曲 我们未碰 erro 我们不到 抓迹 ilen 裂 好, 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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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3 more 4 1 2 3 4 Ready pull 1 2 3 4 Ready pull 2 3 4 Last one last one Go hold it up there Hold it up there Hold it up there Yeah 仅仅四个动作 大宝贝就把我的背部 尤其是整个背阔机彻底的burn out 我希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训练动作 尽可能的有小伙伴进行一个辅助 因为大家看到它有很多这种辅助性的动作 给你进行一个彻底的收缩 真的是很难受 现在我的二头和背部都是非常非常酸的 视频最后还是要非常非常地感谢大家 近一两年来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虽然我的生日又大了一岁 我就不告诉大家我的年龄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明年会创作出更好的内容给大家 好吧 这是我能保证的 同时我希望赶紧找回我的状态 现在也不早了 我赶紧睡觉去了 好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